牙周炎就是一种慢性的感染性疾病 它导致我们牙周炎的病因就是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和周围 以及牙周带内的一些细菌感染物质 以及钙化以后形成的牙结石 包括牙齦之上的牙结石和牙齦之下的牙结石 那么去除牙齦之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已经钙化了就比较结石了 那么去除牙齦之上和牙齦之下的牙结石的最基础 最第一步的治疗就是洗牙 我们洗牙是我们老百姓通俗的一种说法 我们在临床上把洗牙称为引上结之术 也就是说洗牙是把牙齦之上的这些钙化的脏东西 去除的一个过程 那么也是我们牙周病治疗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所有的牙周病患者 我们做吟上结石 也就是洗牙的时候 一般可能需要两次 因为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洗牙过程中 都会感受到它的出血量很大 这时候我们医生的视野有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清楚 有些局部的细小的牙结石可能清除不干净 那么我们需要间隔一周之后 让我们的这个出血 牙齦炎症缓解了 出血明显减少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我们称为复查 牙齦椅上结之术的复查 那么在牙齦之上的脏东西去除之后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银下的牙结石的去除 我们称为银下的瓜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